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哼哼 这可难说啊 好 为了方便进入城市 请容我换上更容易辨识的形态 啊 对 大地守护者也会变成人形态 所以这些 人类 他们认识您 一点也没错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热情地 欢迎我 我是黑龙王子 实时保持近平 我们坚守岗位 终于自己的龙队 黑药卫队是 各位暴风城士兵 请容我 怒西亚 我们警告过你 来访前请务必先通知 而且你这次还带了其他人来 间谍大师 真是万分抱歉 可是我此次前来 是替守护巨龙传递讯息给图拉阳总指挥官 至于半龙人 我保证他们没有恶意 他们来到这里 是为了寻求庇护而不是冲突 怒西亚 要是他们干了什么都算在你头上 我允许半龙人在城市里面活动 但是听好了 军情七处会盯着你们 放他们进城 烦人就是烦人 姜猪有皮旅人 就不要死了 沿门 咱维你 Columb 联盟的英雄 巨龙群岛已经苏醒 正在呼唤龙群回归 到暴风城来找我 我准备向联盟提出 守护巨龙的邀请 你有什么要报告的 终于自己的龙队 下期 总指挥官 我很高兴你接受了 来自巨龙群岛的邀请 在大灾变的那段黑暗日子里 守护巨龙为了拯救世界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联盟会挺身而出 与龙群再次并肩作战 亚历史卓沙肯定会很高兴 不过他坚决要求你们不能将任何冲突带到他的岛上 我向你保证 这次的目的是探索 而不是军事行动 为了遵守于部落的停战协议 我已经下令要求探险者协会 与圣霞守护者合作 光想到能发现多少古代之事我就兴奋 巨龙群岛是我们的家园 不是给外人掠夺的地方 半龙人会和联盟踏上这趟旅程 但我们需要时间来尽力彼此的信任 埃佐拉瑟身为战友 我认同你的谨慎 很好 你们两个已经达成共识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为这趟旅程做准备吧 巨龙群岛正在等待我们 很高兴见到你 埃佐拉斯就面临多重危机 你希望展现在别人面前的外表就是人形态 你想要让人觉得友善容易亲近 还是令人觉得可怕想要远离 我某些同胞选择的是严肃可怕 至于我吗 则是带领危险气息的英俊潇洒 朋友 这股魔法就在你体内 神经典心 专心想着你想在这个世界呈现的外貌 神经典心 进化 神经典心 神经典心 王子 你相信我吗 唯顾永远 军事 咯 呱 我们这个世界和按影之境的帷幕 已经被撕裂了 安静其事准备就绪 是吗 不要放过任何新的冒险机会 不 算我一份 我的锤子随时都可以动工 玩点码头那边见 请散开一点 给敬仰我的人一点空间 好好欣赏我的灰野 又一位粉丝 你好 我听见使命在呼唤我 没其他的事的话我去准备一下 等着看我在壮观的巨龙群岛闯出名声 半龙人准备好了 我的曲轮呢 我是算了 别慌张 我们都准备好了 想学点新东西吗 巨龙群岛的探险队 应该会很好玩 我敢说一定有很多山可以爬 是吗 收工啦 新人 准备出发 好厉害呀 向你表达感谢 记得 你的谢意我收到了 啊 这就是我说过的英雄 有话直说吧 回顾过去 放好未来 黑龙群 总指挥官 我很高兴你接受了来自巨龙群岛的邀请 在大灾变的那段黑暗日子里 守护巨龙为了拯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联盟会挺身而出 与龙群再次并肩作战 压力使卓沙肯定会很高兴 不过他坚决要求你们不能将任何冲突带到他的岛上 我向你保证 这次的目的是探索而不是军事行动 为了遵守于部落的停战协议 我已经下令要求探险者协会与圣霞守护者合作 光想到能发现多少古代之事我就兴奋 巨龙群岛是我们的家园 不是给外人掠夺的地方 半龙人会和联盟踏上这趟旅程 但我们需要时间来尽力彼此的信任 埃佐拉瑟身为战友 我认同你的谨慎 很好 你们两个已经达成共事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为这趟旅程做准备吧 巨龙群岛正在等待我们 很高兴见到你 我飞过城市上空的时候注意到几个适合的成员 把大家集合起来准备动身 需要帮忙吗 克敬职责 间谍大师孝儿 看来我们周遭又出现了许多龙类 没错 总指挥官 自从大灾变之后 就没见过龙类这么活跃了 我读过军情七处针对黑龙奥尼克西亚的报告 报告提到他如何卫装成贵族并潜伏在暴风城 然后暗中引发分裂与动乱 没错 他精心设计了缜密的计划 密谋夺取王位 龙后雅力使着杀的动机看似正直 可是我们真的能确定 所有龙类都是这样吗 嗯 是有必要谨慎一点 我会下令增加巡逻班次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增加城内的间谍和卫兵 还必须请我们的法师以专业知识协助 我想要找出万无一师的好办法 来看穿这些龙类的真面目 我们为了重振联盟付出这么多努力 不能让它再毁于一旦 我不希望看到任何意外发生 间谍大师这样够明白吗 可选择是谁 吾拉扬总指挥官 清楚明了 为了国家 为了家人 胜利处于吉尔尼斯 葛雷麦恩国王 有件事必须让你知道 我知道 怒西昂在打听有没有 安杜因的消息吗 他也问过我 虽然他们的关系并未改善 但是我知道安杜因仍然视怒西昂为盟友 艾泽拉斯的英雄从死亡领域回来后 已经过了好几年 在这段期间 我根据各种线索 追查了许多安杜因出现在各地的传言 但仍然一无所获 除非安杜因愿意被人找到 否则我们恐怕无能无力 或许现在还不是时候 卢拉扬深受贵族的欢迎 他对士兵也有天生领袖的魅力 但是暴风城的人民 仍然深深想念他们的国王 我们能做的 就是给安杜因多点时间 等到他想回来的时候 尽力支持他 第二个物业 第一个物业 怎么这么快就见面了朋友 你不是去了巨龙群岛吗 大事不妙了卡德加 危机要来了 卡里古斯 怎么了 一切来得太快 怒西洋他毕竟太年轻 勇敢却不自量力地想出手阻止 可惜来不及 风暴灾祸已经重现人世了 他扰了我一命 要我传话 说他们要扫荡泰坦留下来的污秽 雅丽史卓沙 他是谁 他有什么来头 他叫拉萨格斯 他是最年轻的洪荒化身 洪荒化身 他们是四个追求元素力量的狂热信徒 守护巨龙诞生之初 我们接受了太太的恩赐 他们却没有 紧接着爆发的战争 十分惨烈 我们最后联手使出全力 才流放了他们 既然这么危险 当时怎么不消灭他们 我们曾经情同手足 我实在不忍心下手 时间并没有平息他们的怒火 此时此刻 如果他释放了同胞 我们根本阻止不了 要是一位狄克龙的残暴也重现 我们别无选择 如果想再次保护这个世界 各大军团的守护巨龙 必须重拾力量 卡德加龙后的心意已决 但我们才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要是我们不寻求外援 那恐怕想要建立安稳的未来 很困难 这样看起来 就连其他的种族 也得响应号召 一起面对这场风暴 我一直在等你 下次见 有鹰必有火 真高兴见到你 我随时愿意伸出援手 你跟我一样等不及要起航了对吧 还剩下一点点的准备工作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我们是半龙人的坚强护盾 愿意晴空万里 乘风熬 看来是奈萨里奥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送我们回寓所 然后叫他的同伙 玛丽古斯施展法术让我们沉睡 并由他的蓝龙看守 我们就这样被遗忘 被遗弃在这里 直到洪荒使者回来 强行救出拉萨格斯的时候才醒过来 你有询问诺兹多姆 我们沉睡了多久吗 近乎两万年 在我们沉睡时 龙族兴起衰落 世界遭逢巨变 就连守护巨龙 都牺牲了自己的力量 为了阻止奈萨 阻止死亡之夜 那么我们的任务非常清楚 不论返回巨龙群岛 还是前往爱泽拉斯其他地方 半龙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归属